奶爸 你是不是上过很多网络行销老师的课程呢? 对啊,我上过很多网络行销老师的课程 那你觉得哪一个老师上的课最好? 其实也没有谁好谁不好 而是适不适合的问题 因为每个学生的程度都不一样 所以得到的收获当然就是因人而已啊 那你自己有在开课吗? 有,我这半年来一直针对个人开设网站架设的课程 那对企业开班的部分是针对绿川黄金险的网络行销旅游班 你自己在开课,那为什么还要去上别的老师的课程呢? 其实我是去年才开始开课 所以之前就上过许多网络行销老师的课程了 那你开始开课之后,你还上过哪个老师的课程呢? 最近的一次上的课就是郑锦聪老师的百万2.0的课程 为什么你会想要上郑老师的百万2.0课程呢? 其实早在2010年的时候,我就想要上郑老师的课 那时候是百万1.0的课程 但是当时刚好时间冲突,所以没有办法去上课 到今年,郑老师总算又开了百万2.0的课程 所以我就赶快报名啦 那你上完了郑老师的课,你有什么感想? 我必须坦白说 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上这样的课 不过我发现郑老师也很用心 因为这次招生的时候,郑老师有要求 所有报名的学生都必须先教出自己的自我介绍 然后郑老师会先看过大家的自我介绍 适合参加课程的人才能够去上课 我觉得对一个讲师来说,这是很负责任的表现 因为课程时间很短 没有办法针对所有的学生去因材施教 所以把程度接近的学生集中在一起上课 我觉得效果会更好 那上完郑老师的课之后,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其实上郑老师的课不用带电脑 因为郑老师教的不是电脑的技巧 也不是网路工具的使用 上完了课以后,他让我更了解人性 也让我从更多不一样的角度去看事情 那所有的销售都建立在新人关系的基础上 客户对你产生信任感之后才会有成交的可能 但是呢,单打独斗的方式 绝对不可能让你的业绩在短时间之内大幅的提升 必须学会与人合作 借力实力 才能够让你的成就倍增 但是问题是如何与人合作呢? 因为每一个人背后至少有250个人脉 你要怎么样让别人愿意帮你做引荐 当然要有合作的技巧 也要有所付出 才能够达到双赢 那具体的做法呢 我相信当你上完百万2.0的课程之后 就会得到你要的答案 哦,听起来好像蛮不错的哦 那我也要去上